現在這裡是營灰開到很漂亮的時候 很多民眾都會坐很風的車去山區來看灰 但是其實在宜蘭市區 就能看到很多開到很漂亮的營灰 包括在南風路 淨水路頂頂 若能看到富士英 吉野英 八重英 開到非常美麗 現在就當作來分享到這麼漂亮的營灰 在南風路一斷246行裡面 當初十幾年前主人因為蓋營灰 他還沒想要走太風 所以乾脆在家裡賺 結果用心照顧一下 這幾年已經是因為家裡頭 每年都會來 看火的景點 大概十幾年前吧 是因為每年都要跑到山上去看花 很不方便 乾脆就自己種一顆 沒想到會變成這麼漂亮 比較就每一年大概幾年前開始盛開 我們大概種了第三年吧 第三年才開 所以每一年都很多人過來看 對啊 就是當時那時候就是好玩 然後想要看花 現在有這個成果就分大家分享 歡迎大家一起來欣賞 每年都有來嗎 有啊 每年都過來啊 為什麼 因為這邊有櫻花 我們這邊有很多櫻花 好漂亮啊 我都會來這邊附近這邊看 不要再去武林農場 你看今天不是很漂亮嗎 除了有富士櫻 旁邊還有櫻葉跟巴蔥櫻 因為花開得太多太窄 就像像美麗的土地一樣 連路過站到現在的民眾 也放下去 很像很紀念 我今天早上就是從這邊騎摩托車過去的時候要去倒垃圾 就覺得這顆櫻花實在長得太漂亮 實在太誘人了 對啊 因為在平地裡面 因為之前我有去山上看櫻花 可是很少看到開得這麼茂盛的 對啊 而且就剛好又在這條路上面 在巷弄裡的春天 才看得到這個區塊 伯利利庁表示 有部分的基民在早期就種燃火 所以你來的國前的地方都看到開火的景象 請想是建樹路51行 我們在這裡就是蘭茂路一段兩百四六行 第二就是 因為這次有樓的外置樓 那些都是到達老廚 他們都是 他們的廚都是去青年北廚 那裡也有八九層 開到非常漂亮 還有就是那樣年中的側面 一間樓下蘭茂路一段 七八到八十層 旁邊還有一個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我們的 因為這些燃火都在市區 所以民眾只要花一些時間去走走看看 就讓我們欣賞享受的春天回饋的紛爐 宜蘭新記者長李靈 採訪報導 這麼久 谢谢观看